3D列印和基层制造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3D列印是指特定类型的基层制造技术 而基层制造是一个更广泛的术语 涵盖了广泛的技术 3D列印也称为基层制造 是一种透过以预定图案放置连续的材料层 从数位模型创建三维物体的过程 3D列印或基层制造是根据CAD或数位3D模型建立三维物件 这可以透过在电脑控制下沉积 组合或固化材料的各种过程来完成 通常是逐层添加材料 例如融化塑胶 液体或粉末颗粒 在20世纪80年代 3D列印技术被认为只适合生产功能性或美观的圆形 而快速圆形一词在当时更为合适 3D列印的主要优点之一 是能够创建非常复杂的形状和几何形状 而这些形状和几何形状 是无法手动建造的 例如空心零件或具有内部横架结构 以减轻重量的零件 融融审击成型FDM使用热塑性材料的连续丝 是截至2020年最常用的3D列印制程 3D列印的其他优点包括 不同类型的3D列印制程包括 1. 融融审击成型FDM 2. 选择性雷射烧结SLS 3. 立体光刻SLAW 4. 直接金属雷射烧结DMLS 5. 电子束熔链FMEM 6. 层压物体制造LUM 7. 粘合剂喷射BJ 8. 连续液体界面生产Clip3D列印或基层制造 是根据CAD或数位3D模型建立三维物件 这可以透过在电脑控制下沉积 组合或固化材料的各种过程来完成 通常是逐层添加材料 例如融化塑胶 液体或粉末颗粒 在20世纪80年代 3D列印技术被认为 只适合生产功能性或美观的原型 而快速原型一词在当时更为合适 0.0 0.0